Hello 大家好,我是Vlog Hello 大家好,繼續Colomong的遊戲 上次說到我們選擇了這個難易度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現在按照劇情呢 現在應該要去到某個地方去裝一些零件的東西 大致上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我們成功拿了這個精靈 是時候可以出發了 我們小火龜的體力已經不足了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先回到他呢? 那我就已經回到他回血了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劇情 傳聞到是真日新的派遣隊員 就是你是不是? 這麼快已經受到服了 真是為你高興 我們進行一場臭氣無法的訓練 慶祝一下 這是甚麼 你不喜歡你的名字 好,我保證你會喜歡它的功能 一般來說這塊草塊充滿了野生的Colomon 但只要用了臭氣快就會... 哦,OK 你可以... 你可以試一下通過自己嘗試去學習 我們將它安裝到你的手套當中 臭氣無法 使用這個無法的時候確保你站在草塊 否則它沒有辦法啟動 試一下吧 使用次要動作按下FC盡情釋放臭氣 見到草上的閃光效果 代表你可以自由穿越 不需要受威脅 五分鐘之後 版國就會再次充滿 可以再次使用 確實多有用 新版塊...新毛塊完成了 我會聯繫你 好好去吧 即是我們有一個蚊怕水的功能 的東西 這樣 所以這裡就沒事了 但下一塊還是會拿東西 哦! 好像是不同顏色的 哦!我看到它會漸變的 它突然變深綠色 然後再變淺綠色 即是你可忌 即是你可忌 試一試 應該不會贏到我吧 好!Muse 爆擊 達成里程碑 什麼成就 7呢 Very good 我們可以升... 點點數 咦!不是喔! 還是我要自己按進去 什麼都沒了 咦!它應該是... 一段時間才需要點這個技能點吧 還是點那個能力點吧 我猜是吧 數據庫是什麼 數據庫是圖鑑 一支紀錄 細鑑 好!沒什麼特別 出發 立即進行這個劇情 看看有什麼 立即對戰一下 這個是不是對戰的 年齡的女人姐你好 我是這個游騎兵 如果你沿著這個東南方 你會到達江草村 裡面有野生的康洞 有蛋糕可以給你 不要自己吃啊! 庫洞蛋糕和普通蛋糕不一樣 對人類來說 吃了你又虎又像品筆 和衛生素差不多 但這些苦潔味 只是庫洞恢復的元素 即是又虎又...又狹 嘩!這隻蜜蜂 原來周街都是 繼續火燒 扣好少 發現了藥點 他會爆擊嗎? 接著 我猜是吧 一滴卷 嘩!超痛 嘩! 剛剛開始就... 就快死了 是不是要吃藥了? 要吃藥了 要吃藥了 一下這麼痛 剛才打了多少血? 剛才打了20血 剛剛那一下 啊!又這隻蜜蜂 OK 走 嘩! 地圖上話 這裡可以找到毒泡 荒斗 你又沒有 如果我打又會怎樣呢? 他才打 嘩!這隻不是... 這隻不是余三家嗎? 燒啊! 嘩!扣勁少 效果不淨一樣 沒事沒事 火隊來說沒用 那你自己撞擊算 都是差不多 沒事我應該贏了 OK OK 贏了贏了贏了 過什麼? 看不像剛剛恢復SP 用技能要用SP 8 沒有能力點 不來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啊! 補箱 組合蛋糕 一聽過名字就知道是那些 兩樣一起補的 這個是怎樣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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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要打的 這個應該是要打的 但是如果不用打我們就不要打 既然穿過去我們就不打 光草村來了 OK save線不要說那麼多 先save很重要 這個是什麼? 正在找一隻炎火牛 如果願意找一隻我會用我們巴茲去交換 我的強大不是巴茲 但是用一個巨大的潛 炎火牛? 這裡有沒有煙火牛? 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我覺得這裡有機會會有什麼牛 咦? 魔飛地鼠 這地鼠 尾巴又凸了出來 在地底裡 哇!我懷疑不夠打 這樣就算是減命中 哇! 唉 怕了是不是? oh no 就死了 就死了 吃藥吃藥 不要理 其實可以走的 算是吃藥 我怕…我怕……我怕走不了 為什麼又死了 很怕的 但是不要了 穩囑一些 直接吃藥吧 不要害怕 再撞吧 OK 唉 糟糕了,沒血了 我們轉一轉蟲 其實我本身都怕轉出來會不會被他打死 但是我猜他,我高他幾應該不會 OK,對了,尤其是我的龜應該那個防禦性能都很強 OK,完成 我們不如先...有空的時候我就換一隻精靈回來 正在讀書稍後回來 我們先回去,終於有個中心了 很重要的中心 照顧 玩得很開心已經完全恢復了 這個很快 不需要那個PC把精靈放在後面的治癒箱裡 好深奧 這裡是什麼 訓練中心幫手很好,可以看到各種角量的摩托網 我終於利拿來看,我希望他在等著我 哦,這裡可以看到不同的精靈 晶覺蛇 扭扭蟲 這個呢 這個呢 這些都是全 全部都是這些 看起來很高興 在田野裡自由自在地走 我絕對不敢將他們放在這個旋轉球 OK,真的不希望放他們進這個旋轉球裡面 他們應該要自由自在地在戶外生活 跟黑白的N一樣的想法 先看看,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啊,原來有這些經驗拿啊 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用呢 哦 有這些錢 原來是升級經驗 原來是 不錯啊 先看看 應該拜訪這個光草村 佩倫 佩倫 佩倫是誰 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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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 下位 大米 這個? 不好意思啊,還有教我怎樣斬樹 如果有人足夠 OK,即是說他封了這條路 不可以走 證明他有其他地方要我先去 還是這裡 啊,有劇情 咦? 這個風跟我的風不同 這個風 這風很厲害 夠打呢 我應該夠打的 燒啊 一邊燒就贏了 暴露啊 驚驚地啊 他這裡加攻 有點危險 他本身打我都已經不是小血了 嘩,好危險 極限血量 極限血量 OK,完成 認識不到 咦,又有東西加了 我們加特攻 一樣加特攻 加兩個特攻 再加一個 血量 我覺得血量應該比較重要 血量 因為看他的龜形 速度應該不會高到哪 我想他就算進化也不會快 我這裡搞這個圍欄 結果他集結了我 哦,這個就是主線劇情 多謝你幫忙 我高興幫到手 既然你在這裡弄圍欄 你會不會是鐵著師傅呢 只是我 附近沒有東西更加厲害 啊 這個是李嘉義怕我來的 我安裝精華收集器馬 跟我來吧 安作坊 工作坊吧 歡迎來到工作坊 角色很忙 幾天天夜夜夜都要做這個旋轉球 我日光小優的技巧 足夠高超去做旋轉球的人 所以工作的程度很刻苦 但我可以幫你完成你的手套 好瞭解日光技術 所以安裝一個模範應該不會用到多久 OK 移除手套 移除精華收集器 現在你可以用一下這個手套 多餘的手套 什麼意思 他要弄了 我要一段時間再回來 去圖書館 但在那裡有一些方便的手套 可以在你的冒險當中用得著 你可以問一下我弟弟他是書蟲 肯定知道在哪裡找些書 到之後回來找我 我想應該就搞定了 聽起來很有用的 可以幫你圖書館看看 OK 好了 他現在叫我去到這個圖書館 怎樣去 怎樣去 為什麼按 在這裡出來 嘩 我以為在那個門口會出去 圖書館 這個 這個 沒錯 我們去讀這個圖書 嘩 這麼大間 歷史古蹟區在最外 你可以找到很古老的書 這個呢 這裡有很多雅當 很多很有趣的書 不知道讀哪本 是不是這個 誒 有東西撿 馬上偷東西 臭氣味 這個 Monica 正在努力學習 好加入日光 成為最強的訓練家 但是梅倫比的書 太複雜 我現在找到一本 特定的新手書 聽說 在這個圖書館哪裡 但我不知道 Monica的研究 為什麼關我的事 是不是你 你 怎麼把書放在頭上 什麼意思 陣上的人才可以戴這張最好的帽 你覺得你應該戴著他 我覺得我戴著一定比你好看 那你先打贏我 但你沒可能 因為我是這裡最聰明的人 在圖書館這裡對戰 不是那種 我來看看誰最聰明的 來吧 愛子達 現在知道有多少物種 OH NO 151 不知道 差一點 要不要再讀書 造成的傷害由攻擊力和能力決定 對 蛤 哪裡可以讀書 哪裡可以讀書 一定不是這邊 這邊 難道是 很多書 有了 是不是這本 OK 我們先看看這本書 我自己都要溫書 我自己都要看 這本 這本 好 來 咦 沒得看嗎 按錯按鈕 你好 梅倫 嗯 怎麼了 啊 你想要些什麼 那啊 他說我在這裡可以找到一些初級分裂書 你知道在哪裡找到 噢 我哥 他不了解知識的力量 他笑我讀書 說我應該為小珍貢獻 但讀書其實最好 他每天都圍著鐵 轉來轉來轉有什麼用 現實當中 不要給劍的力量 更加有實力 是不是 啊 我覺得是 又來一個愛書人 看看來看看 讓我幫你找書 你說 對戰研究院 我只知道這裡 啊 這本 啊 這本 這裡還有一本 很多本 讀完這些 是不是 立刻變成最強的訓練師 是不是 如果你讀完這些 你會知道初級訓練師知道的東西 或者 你能夠通過 結比代眼的測試 他認為自己最聰明 所以 經常跟人鬥智慧 給你 來 訓練師手冊 摩羅莫手冊 潛領手冊 嘩 能力手冊 嘩要讀書 成為一個受尊敬的人 受尊敬的訓練師 我會注意有什麼適合你的書 之後再告訴你 要運輸 好 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這個Monica任務的 詳情 我們看看Monica這裡會有什麼特別的 劇情 找到手冊 多謝你 馬上學習 給你一個獎勵 奧奇果 DEEP果 技能速箭50 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 我們先去運輸 各位 這麼多要溫輸 來 溫輸 好多本 從這本開始看 當我來到這個地區 我被這個區域的多種氣候所震撼 很好奇 想想想我可不可以在這個區域發現新的摩羅莫 決定開始一場探視片 並在這個日子當中描述我的發現 先 發現不同種類的會被不同地區所吸引 例如我看到大多數沙系的摩羅莫都住在沙漠 探險當中我總共發現1147種大類型 發現特地的技能都有類型 不一定總是跟摩羅莫的類型相同 我發現有六種技能 稱這些技能類型 而類型 有一個技能類... 什麼 因為類型之分 技能類型 在對使用的摩羅莫類型上都有效果之分 超複雜的 翻譯 這輯中的摩羅莫類型 和六種技能類型的互動模式非常複雜 但我發現這些彼此互動的方式 這些訓練師都應該注意 先聽著 繼續讀下去 想成為訓練家的話 沒有特別 這個 跟其他挑戰進行訓練 有足夠的XP 大多數會進化到一種不同的形態 變得更加強大 你可以跟野生精靈對戰 但訓練師都可以對另一位 快起挑戰進行這個摩羅莫對戰 有些野生摩羅莫會群聚 在跟他們對戰的時候 會獲得額外的XP 遵從一系列的規則 只可以帶六隻 總是會接受其他訓練師的挑戰 不可以捕捉其他訓練師擁有的XP 每一個有抱負的應該都知道 訓練你的XP追隨你的夢想 好多鹽 哈哈 OK 生命力最重要 簡單叫HP 沒有了就會死亡 沒什麼特別 你需要用到鳳凰碎片 這些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死了就會放生 另一個就叫SP內力值 每個技能都需要一定數量的SP 如果沒有足夠的SP 就沒辦法用技能 幸好他們每次戰到後 可以恢復一些SP 以及為一些能量蛋糕 你就可以讓他過載SP 真的有額外多出來的SP OK 消化完蛋糕之後 會儲存額外的SP OK 每隻Colomon有五個基本能力 必須先了解有物理和特殊攻擊 物理攻擊會直接觸碰到目標 比如施咬攻擊 特殊攻擊很少接觸類 而是使用特殊操作 例如是光束或是投射物 我們已經很了解到物理和特殊攻擊的區別 現在可以來描述 使用物理招式時它的攻擊屬性 用於確定造成的傷害 即是根據能力值 而防守的Colomon 就會用它的防禦屬性 來減少受到的傷害 即是一般攻防箭 對於特殊的攻擊 進攻的Colomon 就會使用特殊攻擊 防守就會用特防 來降低進攻的傷害 想防止HP損失最好 盡可能快速擊敗對手 所以就有了速度能力 因為擁有最高速度的Colomon 將會最少攻擊 最後一個不涉及數據 但同樣非常重要的XP 就是經驗值 不太特別這個XP 分析到此 我們就看潛能 OK 來 我們人都有自己的潛能 但你知道Colomon也是 對戰之後Colomon會強大 獲得一定經驗之後 會換成一些潛能 獲得額外的能力點數 就是這個 潛能就是這個遊戲 好像Online遊戲的系統 不過不是每一隻都學得跟其他一樣快 有些可以潛能多些 有些少些 這個就叫做潛能 潛能可以分為三類類型 標準強大原味 啊? OK 有些工具 潛能讀取的器 可以幫你發現一個確切的潛能值 範圍是1到21 31 1到21 OK 31就是Pokemon 21就是Colomon 潛能類型 在這個視覺上就可以展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看到外形變化很大 正因為它變化了的潛能 外形變化很大 暫時不清楚 實際上有些訓練師總是猛想可以擁有所有完美潛能的Colomon 因為潛能越多成長就會越強大 OK 看完了各位 我們可以考試了 來 能力潛能值變化 21好像是 21 21 雖然有三種不同的類型 但是潛能值只會1到21變化 1個訓練師向你發出挑戰 你應該接受 有多少種? 什麼叫有多少種? 是什麼意思? 屬性是嗎? 13 OK 剪隊什麼? OH NO! 黑屬性? 暈暈暈暈 這對電是特別痛的,這個真的不智,再來一個 多少種我十三啦,七種Colomon和六種技能 就是七個屬性的Colomon和六種屬性的技能,應該是這樣啦 剪對電有效,剛剛玩了輸了 而之後幾個物種? 咦?只有這麼少了嗎?八九八吧 咦?不是八九八嗎? 剛才... 不要緊,我們只要慢慢撞一下 二之物種,我們答過一五一和八九八,所以我們答過一四 OK,一四啦 多少種,十三 Colomon的速度能力決定爆擊概率錯 在床的傷害由攻擊能力決定 對 咦?是否嗎? 我記得一開始都是這個答案答錯了 只能在技能裡找到隊 接受 有點難啊,這個都... 哎呀呀呀,按錯 不可捕捉其他訓練師 對 魔對Support非常有效 暈吧,我不知道,暈吧 對,暈 十三種 二之有一八十四種 不同前文只在外表上有區別 只在外表上有區別 應該錯了 對 造成傷害有攻擊能力,錯 之後物理技能使用攻擊能力 哦,即是他分了攻擊和特攻 對,OK 水對什麼有效 火吧,不會錯的 潛能值變化二十一 嘩 什麼啊,你竟然贏到我 BOOKER C2 好,把這個拿著 把這個都帶上 這樣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經驗 哦,Share經驗 OK啊,EXP share 但是呢,我不會輕易放棄的 我會擴充我的知識儲備的 拿回我的帽子 以後再來見 到時再決鬥 唉,那位 那位 有點難啊,其實 其實應該是 還有些東西要看 我們再看一會 我有些東西想看 他講到技能那裡 我想看看 潛能值那些其實我想看看 潛能值那些 潛能值是什麼意思呢 潛能 然後他有什麼六種和十三種 這個應該是技能方面 下,這裡 一百四七大類型 一百一十四七大類型 我以為一百四七大類型 哦,所以這裡是 探險當中發現有一百一十四種特種物種 七大類型 一百一十四 然後七大類型 之後再加這裡 六種技能 所以就是七加六 然後就是十三了 OK 好了,那考試到這裡先 這個角落網 我們下次再繼續這個角落網 各位,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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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